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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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知道 Y 這個物理量 是X 這個物理量的函數 所以 當X 在改變的時候 Y 跟著改變 這是你平常看到的 譬如說 X 如果是時間的話 這是時間的話 未來我們看到的就是位置 位置是時間的函數 那就是X 底 就是 現在Y 列是X 的函數 那我們就寫成YX 那你可能這個函數的變化 是隨便的一個函數的變化 那甚至於為了 會不會你怕 擔心 我就把這個函數 F 好 這樣你函數好 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F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我這個函數 隨著 X 在變化的時候 那 X 就是 就是我們說 X 可能是我們的位移 或者速度 或者力 或者其他的物理量 都沒有關係 那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我說 它在隨它變化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 在某一個變數的情況之下 X Y 到另外一個變數 X 2 到底這個函數 變化的多少 是我們常常關心的 那以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來看待的話 我說這是一個位移 那我在T1時間的時候 它的位移是多少 到T2時間的時候 它的位移是多少 對 C4 2 6 6 5 5 6